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咱们这小片啊,可能会严实半天播出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完了,没做出来 原因就在于啊,前两天出去拍东西了 一共出去了四天,做了两集已经播完了 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交通工具是摩托车 回来之后浑身酸痛,所以就耽误了半天 没关系,您瞧这不就给您补上了吗?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这个达赖喇嘛世系 前文书啊,聊的就是这个四世达赖喇嘛 四世达赖喇嘛有区别于所有带的 所有准世的达赖喇嘛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四世达赖喇嘛呀 他是个蒙古人,不但是蒙古人啊 并且这个蒙古人值了钱了 这四世达赖喇嘛出自于安达汗的家族 人家可是正经的黄金家族 您记住了,这达赖喇嘛有一世 曾经就准世到了黄金家族身上 所以说呢,咱们还是那句话 不怕谁爱听,也不怕谁不爱听 西藏呢,它必定是政教合一的地区 活服转时的背后啊 暗流涌动的全是政治势力 达赖世系的三祖索南家族在青海湖边 与这个安达汗呢,会面了 结盟了,就在这个仰华寺 说一句啊,咱们民间啊 俗称的交情,这两个人互赠了封号之后啊 那友谊啊,比这个忽必烈和八四八还要好 哎,各据北京话说叫掰不开的交情啊 据说啊,这感情啊,如兄弟一般 哎,这三世活佛索南家族说 我元祭以后,我就转世到你的子孙身上 哎,这安达汗也是很感动 说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个家族啊 我们这个政治势力就要保护达赖一系 一生一世,结果这三世达赖啊 一元祭,转世灵同 真的就是这安达汗的重孙子 哎,叫云丹家族 咱们前文说啊,介绍了一下 这个四世达赖喇嘛 在这个佛学上以及学术上的成就 为什么篇幅短呢 因为也就那么多成就 二十几岁啊,这四世达赖喇嘛 就元祭了 有人呢,就在这一点上 攥住了我呀,前文说的一个画伴 哎,刘安区跟我说啊 你怎么就知道这云丹家族 也就是四世达赖喇嘛 就是被人毒杀的呢 实际上我不知道 我没有直接的证据 其实呢,直到现在 很多的皇教所留下的经典当中 提及云丹家族的死 也是怀疑 都很怀疑 但是也没有实质的证据 那么说呢,这个如果是真的 四世达赖喇嘛被人毒死 那政治一方呢,应该就是这个脏巴汗 那宗教一方就应该是 噶马嘎举派的红帽系 藏巴汗一支政治势力的崛起啊 和这个藏族其他的政治势力崛起 不太一样 那藏巴汗呢,是先拥有的军事实力 然后才联合的噶马嘎举派 他是在这个藏区历史上 比较强硬的一支政治势力 他虽然也惧怕蒙古人的快马弯刀 但是呢,他因为有自己的雄厚军事实力的支持 所以啊,他也不太把蒙古人支持的四世达赖 以及阁鲁派放在眼里 这才有了这个云丹家措的死 万历十六年 这藏巴汗呢 在他们政治势力崛起的四十年之后 一鼓作气就灭掉了帕鲁政权 就在这一年呢 这四世达赖喇嘛也原济了 您也可以认为啊,是巧合 当然了,您也可以认为是毒杀 随后啊,这藏巴汗就给自己的政权命名了 就建立了帝西藏巴政权 也叫做呢,噶马王朝 因为支持他的这个佛教系统是噶马噶巨派嘛 这皇教啊,内外两大政治势力支持 一下子就上了意志了 内部的这个帕鲁政权呢,消亡了 关于外部蒙古人支持格鲁派实际上也有一个危机存在 就是人家这个蒙古的佛佛呀,原济了 并且藏巴汗明确表示 自此以后不允许达赖系统转世了 那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亲戚在呀,可能是个好亲戚 亲戚不在呀,这门就算断了 这格鲁派随着前几年壮大的发展呢 妙语僧众虽然很多 但是一下子现在呀,成了这个砧板上一块巨大的肉 等待别人宰割 这很多妙语已经被这个噶马噶巨派强迫的已经改了宗了 这会儿格鲁派的形式就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格鲁派肯定是这藏传佛教当中最大的一支 那么那个岌岌可危的时期肯定是渡过了 那是谁跳出来碗狂澜于祭导 拯救了在风雨中漂泊的这支大而破的巨州格鲁派呢 哎,这个就是咱们前文书曾经提到过的格鲁派 扎实伦布寺的法座寺主 名字叫做罗桑确疾肩赞 这罗桑确疾肩赞呢 后来被追认为第四世的班禅俄尔多尼 在讲这位大师力往狂澜拯救了格鲁派之前 咱们得简单的聊一下这位大师 前文书咱们提到过他好几回了 为什么没展开他讲呢 哎,因为他的身世故事啊 咱们得留到他作为主角出现的时候 这不这个时刻就来了吗 这四世班禅他是后葬人 后葬哪呢 后葬啊,略微荒凉一点的西部 兰州甲人 这大师啊,五岁的时候就能朗读各种经文了 十三岁就到了安贡寺出家 拜这个克诸桑杰依稀为师 受沙密戒法名就叫做罗桑确疾肩赞 受贯顶 十四岁就做了四主了 成了这个安贡寺的赤巴 后来啊,又拜了几位名师受了比丘戒 他的大成就得在哪呢 得在拉萨 他到了拉萨之后啊 去拜业这个释迦摩尼府 哎,实际上是哪两尊像呢 咱们这故事里曾经多次提到过 就是当年啊,齿尊公主和这个中原的文成公主 带过去那两尊释迦摩尼等身像 一个是十二岁等身像 另一个呢,是八岁等身像 在这期间啊,他曾经在传召大会上啊 参加过汴京 并且一战成名啊,就得了大会名 然后又被很多的大上师看中啊 收为了弟子 在这个桑杰加醋的座下 休息了四系诸法 1601年就回到了扎什伦布斯 到扎什伦布斯坐床 任十六任的大法台 从此呢,阐阳格鲁派诸法 把这格鲁派发扬光大 三世达赖元祭,四世达赖床 他是当时格鲁派最大的高僧 所以他从这个扎什伦布斯啊 来到了拉萨折邦寺 为这个四世达赖传授猪冠顶大法 并且给四世达赖授了比丘戒 也就是说,这四世达赖是四世班禅的学生 那现在四世达赖元祭了 并且藏八寒名气指出 这达赖仪器从此不再转世了 那现在怎么办 大家又想起了这位高僧 四世达赖的老师 扎什伦布斯的法座 大师罗桑一级尖赖 这大伙就商量了 咱们赶紧把大师请到拉萨呀 来商量商量了 那好拿个主意呀 因为他们知道这大师他不一定来 其实这会儿的格鲁派呀 已经形成了以这个几大寺为主的各个僧团 明面上看着呀是一派一支 实际上也不是很团结 为什么有人说这藏传佛教总是这样 以寺院为基础单位闹分裂呢 那您想想那这信众是什么 信众啊在咱们的眼里啊 那是钱 多一份信众啊 多一份供养 你供养了这个庙 自然就没有钱再供养那个庙 所以说这轿门之间的争斗啊 那简直比世俗的争斗要离开的一百倍 残忍及凶狠的程度是您远远想不到的 这好像咱们近代有这个画面记载的这个宗教争斗啊 应该是在韩国 您可以查查 您能查到资料 在网上能看见这个视频 就是佛教啊 可不是其他教门 那大打出手啊 那绝招之多呀 和这个中东地区的暴力激进分子啊 那个招数啊 不相上下 有人说呀 你说错了 那这个佛教的争的全是宗本之争 之所以斗争战斗啊 都是为了自己的理论 都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信仰而战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信仰之战 背后啊 都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势力 以及经济利益 所以说这会儿呢 这拉萨的三大四啊 不知道这个远在扎实伦布斯的大师 罗桑雀吉奸赞啊 能不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跑到拉萨来力往狂来 那没办法 只能死马到活马至 咱们去吧 咱们到那央个央个大师 大师没准就来了 正当啊 这拉萨三大四组织好了这个访问团 要去后葬请大师出山的时候啊 哎 这大师来了 大师并没躲 在自己叫门受到重创之下 这大师竟然挺身而出 来到拉萨 来到了风口浪尖上来主持整个教派的事务了 那咱们先放下这个危机当中的格鲁派不聊 咱们先说这藏八寒这头 这藏八寒呢 建立自己政权了 地息藏八政权 并且下令啊 达赖喇嘛一系 从此以后不再转世了 哎 阔胡 很有可能 这四世达赖喇嘛 就是他 联合噶马噶巨派 红帽戏 一起毒杀的 那人家蒙古人干嘛 其他戏不说 咱们得说呀 这个土摩特部 这四世达赖喇嘛 云丹一息家错 那是人家家的孩子 人家惹定不干 我们家好不容易出一个活佛 现在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而且是死在你的地头上 从这个万零四十五年开始 这蒙古土摩特部 两次进藏 和这个地息藏八政权 就开了两战 至于这个战争的规模有多大 这个始疗不及被载 但是啊 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藏八寒呢 还是有一定军事实力的 和这支蒙古军队呀 两次战争打了个平手 不过那这个藏八寒 也很露头 为什么呀 那这能打个平手啊 那很明显 是人家这个蒙古人来的少 但分人要是多来点蒙古骑兵啊 那这形式就不好说了 那他得想办法 第一个办法呀 就是在拉萨 以及这个整个藏区呀 利用嘎马嘎举派 继续打压皇教 就是格鲁派呀 并且派出了 第六世嘎马嘎举派 红帽子活佛 到蒙古地区呀 去给自己呀 也找一个后村 你格鲁派也好 当年的帕铸政权也好 借助这个第三世达赖喇嘛 不是抱住了蒙古 土木特布 安达汉的粗腿吗 那我们呀 也派高僧 到这蒙古地区去寻找一个 更粗的大腿豹 那我就不怕你这个土木特布 三天两头的 借着这个为四世达赖喇嘛 报仇这个名号啊 跑我这来呀 找茬了 那他选择的是谁呢 他们呀 选择了卡尔喀布的雀图汗 这雀图汗力量很强吗 其实也不一定 但是这个大汗 他有煽动性 煽动性到什么程度啊 当时蒙古草原 所谓的贡主 内蒙古查尔布林丹汗 和他都是一条线 这嘎马嘎举派六世 红帽活佛 见到了这雀图汗之后 话说也好 是柳说也罢 就把这大汗打动了 于是呢 这雀图汗呢 就联合了林丹汗 就下了一刀大汗域 要求整个皇教 全部改宗 改举派 当然了 这政令一说 他们身边的这格鲁派 肯定是改改举了 但是这西藏那边啊 肯定没改 因为你广这么一说呀 你的大兵没有压境 没有真正的感觉到威胁 谁听你那号是啊 于是啊 这个雀图汗就说 没关系 我立刻就派一支军队 一支强大的军队 有我的好大儿 我的儿子接班人 让他带领 和这个六式红帽戏活佛 一同就沙奔拉萨 到时候的格鲁派啊 愿意改宗还责罢了 如果不愿意改宗 我这蒙古大军一到 那定让西藏是血流成河 那这么一到操作下来 实际上这藏巴汗心里啊 算是有点底了 可是这会儿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这藏巴汗他病了 病得很严重 他病到什么程度呢 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用咱们这个现代的一句话说呀 好像是魔症了 跟古人讲啊 他眼症了 可能被这个邪魔附体了 那么谁能治好他的病呢 问遍了整个藏区 各个教派的能治病的喇嘛 谁看了都摇头 认为这个病只有一个人会治 巧了就是这四世班禅大师 罗桑确极尖赞 那接下来啊 就得看这个罗桑确极尖赞大师 一个人的表演了 联施法带开药啊 一顿操作之后 哎 没过几天 这藏巴汗呢 还就真好了 说实在啊 这会儿藏巴汗呢 心里真有点愧疚了 他对不起人家格鲁派啊 不但呢 自己啊 在内部打压 外部呢 还招了了其他敌对的蒙古势力啊 要来这个西藏 对人家格鲁派平庙灭教 他总归是有点不好意思 对他这个大安人呢 哎 这个四世班禅的就说了 大师啊 大师 咱们这样了 反正啊 你的庙宇啊 偏居在后葬 我呀 给你啊 这个多修寺庙 多奉银钱 潜葬这些事呢 你不要管 以后啊 你就是格鲁派最大的大师了 关于潜葬这些事啊 您也管不了 您也别管了 您就回您的扎实伦布寺 到那去享清福了 您只要一回去 无论是建寺庙的钱 还是奉养的钱 是立刻就到 这会儿啊 就看出了罗桑一级 奸赞人家大师的心胸来了 这大师说呀 哎 不对呀 我的藏巴汗 您之所以心虚不宁啊 哎 生了这种病 完全是操劳过度 您看 这蒙古军队呀 两次来攻 人家为什么呀 因为这我们的四世 活佛达赖喇嘛呀 那是人家蒙古的孩子 那是人家土木特布的孩子 元祭以后 您不让准事 人家土木特布能干吗 所以呀 才三番两次的派兵来吸扰 我做不做 这皇教格鲁派的领袖 不要紧 这格鲁派 他到底会不会消亡 那完全在佛的旨意 在天意 也不在您 也不在我 您最好啊 咱们恢复了这 达赖喇嘛一系的准事 最起码 这土木特布 就不会再派兵 来吸扰您了 虽然这会儿 这藏巴汗心里 还是觉得不能留着格鲁派 但是他被罗桑 雀疾奸赞这番话呀 打动了 他想啊 也是 如果真的能让这个 达赖一系恢复转世啊 换来和平的话 那就让他转世吧 即便他转世了 哎 一旦有合适的机缘 我们再灭他的教啊 也不是什么难事 于是就这样的 罗桑一级奸赞 就用他的高明医术 以及他的大德佛法 说服了藏巴汗 恢复了达赖喇嘛 一系重新转世 至于呢 这个四世转了五世 达赖喇嘛 这个故事 咱们明天讲 今天啊 咱们先得把罗桑一级奸赞大师 他的故事讲完 今天可能有点长 您见谅 不爱听呢 您可以分两多少听 现在去休息 哎 一会儿呢 还问时 再过来听也成 那这罗桑确疾奸赞大师 他心里清楚 虽然允许了这五世达赖准世 但是格鲁派的危机 远远没有结束 那路上还有一只啊 蒙古兵 喀尔喀布的蒙古兵 正在往西藏赶 等到这群蒙古兵来了 那可是人家嘎举派的军队 到时候 那这格鲁派皇教 肯定就要血流成河 必定是一场灭教之灾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正是危机的时候啊 这大师心里 其实啊已经有了主意了 他把这三大四的四主啊 都叫到一起 说既然你们啊 都希望我来 我也来了 来呢 就是为了主持咱们 整个宗派的工作 那么现在啊 要想挽救咱们宗派 只有一个办法 我说出来 你们要是听 就按我的办法办 不听啊 我扭头回扎士伦布寺 这前一阵子 藏八寒 怎么应成的我 恐怕你们也都知道 说着话这大师就让身后的丛人 打开了几口大箱子 这些四主凑过了脑袋 一看呢 里边没别的 黄成城全是金子 正当这大伙纳闷的大师 这几箱子金子是哪来的时候 大师就说了 说这是我扎实伦布寺的财产 我来的时候就把这些金子带来了 至于这些金子干嘛使 咱们一会再说 我呀 现在就让你们回去 回到寺中 除佛经 甘注尔和丹注尔 还有啊 这个佛像以外 所有的珍宝全变成金子 拿到我这儿 干嘛使呢 咱们的 要去行贿 这是咱们能保住本宗本派 最后一招了 这些四主法座们一听啊 没办法 也只能这么办了 如果呀 不舍这点钱 真正到自己的门派没有了 到时候你庙里留下再多的钱 也是人家嘎码嘎举派的了 得嘞 这大伙一咬牙呀 咱们花钱呢 买个平安部 回去之后 纷纷凑钱 没过几天 几大车的黄金呢 就都准备好了 那说他们要去贿赂谁呢 他们把这一宝啊 全压在了 领着大军来西藏的 雀毒寒儿子的身上 这会儿的雀毒寒的儿子 正和这个六世红帽系活佛 嘎码嘎举派红帽系活佛 领着一支大军呢 来拉撕的路上 那么至于这次行贿活动 成功与否呢 当然成功了 咱们明天就要详细的聊聊 四世班禅 贿赂大汗之子 嘎码嘎举派 六世红帽系活佛 不明不白要惨死 军中 好 送来 好 开始 再来 干杯 没来 北军中 Whoops 不明不脾 我 这一点 不明不脾 不明不脾 不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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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脾不脾